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Yeworker》到的影片啊 我是黎化 开疆辟土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 这位印度厨师三十多年前来到台湾 当时印度料理还不普及 他依然决然开餐馆 深信乐观不畏惧困难 所有烂力都遵循传统方式烹调 耗食又费工 但从不改变 由他自己的坚持 酱料浓稠度不借由面粉 而是将腰果打成泥 保留印度风味同时 以为不吃辣的小客人调整口味 以对待家人的态度做菜 才能获得顾客真心的肯定 家人一直是他前进的力量 当初创业正因为有太太力品 才能如愿开店 尽管也遇到不少波折 他深信 知足常乐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 也从中体悟 辛苦是一时的 认真就一定会变好 等一下我要加香料 小范香粉啊 酱饭粉啊 还有调味料 辣椒跟盐巴 先搅一搅 炒一炒炒到那个油会上来 新鲜番茄泥炒到焦化的洋葱 再加入香料粉作为基底 熬煮三个多小时 徐志明制作出印度料理的灵魂酱汁 因为它现在是颗粒颗粒的洋葱啊 那如果我们要打那个 打到那个炊掉的话 你就知道一直吃到那个洋葱洋葱 一坨一坨的东西啊 这边的话你看到颗粒的 这边的已经没有了 不见了 就是要这样子啊 那这个打完以后 就要倒到那个炒过的那个料里面 相较于其他料理 印度菜前置作业较长 耐心守候做出可口的杂肴 现在是油在上面 所以我要开火 不能开大火 就开到中间 你在做印度菜的话不能休息 你一直要去搅 一直要去动它 搅到那个油就不见了 然后开始其他的料 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西式的刷子的话 开小火就不要理它就好了 因为它们没有那种 那么多香料 没有那个浓度那个臭度 那我们的相对是很浓很臭的 我这个盖一酱快准备好了 这样的话 一定是那个人就会困难了 怎么会有这样子 那人就会放勾线啊 我们这个是没有用到勾线 这个是腰果奶 刚刚全部腰果的很浓 香料浓郁的秘诀 就是加入打成一堆腰果 带点甜味 浓稠香滑 衬托出咖喱香 印度咖喱就是 这个是一个底 我要做这个 我要加后面的所有的香料 你看这些都是不同不同的香料 这个已经全部好了 我可以就拿起来 你看它的浓度 就这样子 十几种香料琳琅满目 为求独一无二的口味 徐志明自己研发总和香料 看似简单的咖喱 味道确实多彩多姬 这道菜是我自己放的出来的 想到就是很奶的味道 果酪和咖喱香气充分融合在一起 不仅要做出正宗的味道 也为了孩子 他努力创新改变 每次小孩子说辣辣辣辣 那我就想到 做一个东西的话 完全他们不会觉得辣的 他们可以接受 这个牛肉 我都做那个台湾的市场 这个牛肉就是那个 牛腱的中间的一个 所以台湾人很喜欢是这个 奔煮六小时的牛肉 入口即化 全凭耐性与时间 就是要抓的时间刚刚好 如果有的时候脱锅的话 那个牛肉的话 在将一面的话 全部散掉了 散掉的话 变成我的肉看不到 糖 牛奶 面粉 不添加化学成分 用最天然的方式 制作出烤饼的面团 太厚的话 它中间就不会熟 太薄的话 就是会焦掉 我没有用那个放层 因为我用抓的 我就知道是多少 凭着手感 就能知道重量 施力经一次次揣摩练习 不仅要精准到位 温度掌握也是关键 就让它慢慢的慢慢的 就火要起来 烤肉的话差不多要200度 然后烤饼的话差不多 350到400度 烤饼的话 为什么那个温度要比较高 它在炉子里面越久 它的水分也会不见 水分不见的话 等于说烤饼出来都是硬的 20岁来台湾 在饭店里工作 爱上了这片土地的自由气息 没想到一代就是30多年 当时新竹没有印度料理 徐志明毅然决然要开一间 属于自己的小餐馆 那我在想反正就是试试看 33岁很年轻 如果倒的话就回去饭店做 没有想到20年还在做这个 还没开业 就遇到SARS风暴 熬过了疫情 想继续完成梦想 但身边的人大多不看好 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不容易是台湾人 刚开的时候 八成是外国人 那两成是台湾人 不容易是台湾人来 他们觉得还不错 那我更有心情 来 这完美的烤饼 起司烤饼 起司全部流出来了 那这边你看到一点焦焦的 等于说一点脆脆的 完美 一个是奶油咖哩 一个酸辣牛肉 一个酸辣牛肉 酸辣是非常的辣 亚洲金融风暴声音掉了七成 后来又遭遇新冠疫情 不能利用 外带宣意一落千丈 平日营业额 只有一千多块 他像在隧道中 看不到光线 我就觉得好像是 没有看不到街头 每天就 就从家里 过来这里 然后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出电风旁边 每次坐 就觉得 那是这样 如果撑下去的话 不行的话 你就收掉 就回去 这炉嘴也会有要换 中小我在家里 我在印度也是会去修东西 现在这个是送掉 水电的话 简单的我就自己做 冰箱的这些风扇 都是我自己在灌 危机 让它愈挫愈勇 逆风前行不后悔 用乐观的心 击败困境 每次我遇到低的时候 低巧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吃 我也是可以喝 我还是可以住 很多人都没有 基本的东西没有 那为什么要想那么多 辛苦最辛苦 可是我是蛮乐观的人 我觉得就是 辛苦是一个短的 一定会 如果你 你如果 很认真的话一定会好 这个鸡头要 旁边的油要取掉 还要变一块块的 只要能让食物口感更好 即便要多花一些时间 多一道繁琐的工作 它也不马虎 市场的话 不会把这些油浓掉 一度在耗时间 第二个就是 自己要求这样做 不然你上面吃起来都是油的 你做出来的东西 都会一层油在上面 你家里的观念 不是做生意的观念 你家里吃的东西 也会这样做啊 饭店出生 干净卫生有自己一套SOP 砖板对分类井然有序 切蔬果 切牛肉都得分开 这是他不可打破的准则 这个专门切剂而已 其他东西不能切 是我跟我自己要求 没有人跟我要求 良性比较重要 有一些印度人跟我讲 我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啊 他们说我是artist artist比较穷啊 通常我老婆都会骂我 他就说我都没有在那边 没有赚什么钱 我就说 就 够用就好了 我要腌肉 那我们的腌肉 所有的那个base 底就是yogurt 这个yogurt是我自己做的 那这个yogurt的年纪 差不多20岁 我用旧的优格来发酵它 所以一直这样下去 一直这样下去 这个是cheese 我要腌两种那个肉 拿出了鸭香堡 成年优格 加入盐巴 辣椒 综合香料 徐志明小心仔细 确保每一寸鸡肉 都与酱料完美融合 抓捏后 让肉的口感更加绵密滑顺 靠那个综合香料 还有一个种子的味道 所以相对的吃起来的话 它的那个香料的味道 还没那么重 这个是我自己演发的 它不是没有味道 它还是有味道 可是比较清淡 就像小朋友 他们吃起来就不会做 那个每个小朋友说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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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烤那个腌的那个坦毒鸡腿 印度化坦毒是这个炉子 它特别的地方 这个属于健康的那个 焖烤的健康 因为它没有碰到火 什么时候熟了 就等下拿起来要摸 坦毒鸡腿的秘诀 一定要用坦火熏烤 保留最传统的印度风味 锁住鸡肉的鲜甜 因为我要翻面 翻面酱的话就是降温 这个是我 这个 idea也是我零食想出来了 刚开始我用很多方式 我没有就是很笨的方式 我会拿到水桶那边 就一直冲水冲水 就很麻烦 你就很耗时间 过程中需要不断翻转铁棍 确保鸡肉均匀受热 尽管耗时但未求品质 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 你先放那个沙拉 徐志明个性讲究 要把焦黑醋修得干净 一道正宗的印度炭烤 才大功告成 我都会尽量把那个 不是修得很干净 如果你修得太干净 他觉得它不是木炭烤的 如果吃太焦的话 也会吃太焦的 吃太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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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陈真 是她厨房里 另一位得力助手 一路陪着徐志明打拼 被训练出一番好手 我被要求要训练 我可以一直念 快点 快点 我冰好了 那我就快点 快点 要一直做 好没 出菜 好 好 太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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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他刚开始去炒菜 我会去炒菜 我说这样不得了 他们都想 贴到机的空间 一直都很熟悉 第一个就是他 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 就说 support多了 我能不能做这个东西 以前我都没有听见的人的话 然后脾气非常不好 然后脾气非常不好 现在都会听老婆的话 然后脾气好上来的 夫妇俩分工合作 说着萧萧的厨房 成就一道道令人难以忘怀的料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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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工作吗 我说你在工作吗 我在工作 我在工作 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很不同 家庭还是家庭 那我们那个时候成长的过程 就是非常很亲密的那种 所以我到现在跟我妹讲话 也是跟朋友一样 你好台湾 没有 豪迈的外表下 隐藏着细腻的情感 岁月的历练 摸去徐志明的棱角 现在对他而言 家庭是最重要的存在 那你说咖哩蔬菜 会吃会辣的吗 对 那会辣 旁边不是有辣椒吗 你到底有没有吃肉的 他有吃肉 我没有 对 你们就点醋的 你这样的话不要点肉的 你们讲两个点醋的 那你要番茄的味道 还是要牛奶的味道 比较重 这个也是番茄的味道 徐志明的坚持 不止反应在料理上 连帮客人点餐 都有一套他的标准 你生意的话 一直给他退很贵 很多很贵 人家店很多 那你今天装完以后 下去他会来吗 点少我就跟你讲 就是点太少了 少一点顿 可以点太多 我就不要让他们点 靠平是用手 是想换你的三个事 不要泡来泡去 不要卷来卷去 不然会交到衣服 买来洗 不肯把获利放第一 把顾客当成家人 这份贴心 每尝一口 都能感到一股暖意 涌上心头 让他们感觉很在家 一个家的感觉 那种谢谢的 我不是说因为礼貌上 你会觉得他们 就从心里讲 跟你讲谢谢 你就觉得 大家拯救他们 正正飘香的咖喱中 有着徐志明 对料理的热爱 也是记忆中牵挂的味道 他的初心从没有变过 期许自己 把这份承载千年历史的滋味 分享给更多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